前世紀拍下一名富人 她左手抱著一大堆東西 右手還推著一張半公椅 上面也放了物品 但東西邊走邊掉 她還邊撿 沒多久又看到她騎著機車 把床墊也載走了 像是在大搬家 但她搬的全是別人的東西 遠景清點被她拿走的物品 從大型床墊 鞋櫃和椅子 到日用品的臉盆 垃圾桶 吹風機等等 價值約1萬多元 而這些東西都是台南一名大二生 準備開學搬去租屋處的家具 一件學生向警方表示 搬家物品綻放新租屋處 屋外後不翼而飛 事件發生在台南永康 一名大二生因為要搬住處了 暫時把家具放在新租屋處的外面 回去舊屋要點交 結果才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發現她所有家具不見了 連忙報警 才知道被富人給拿走了 總共分為兩次 一次以撲步的方式 一次是以 機車拖映的方式把它拖映走 全案依切到罪前 公訴罪移送攔檢偵辦 拿走東西的富人不是實荒婦 說自己是因為看到這些東西還堪用 以為被丟棄了 覺得浪費才會把東西帶回家 結果慘變成家具賊 因為是公訴罪 最後只能依法送辦 TVBS新聞顧守昌坦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